NBA的江湖 顶级篮球技术的职业联盟里,只能有400人的位置从未更改,但球尼们还在感叹管里层冷血无情,要送走了谁谁谁,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,曾经手握寒刀,袖藏暗器,杀敌致命,豪气甘云的少年郎,如今早已另寻差时,篮球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Body to Body的肌肉碰撞,Soft, Try Me 在垃圾化堆盆,And One的致命回击,这些,他们都曾有过,如果时间倒退六七年,有人会为你这样描述,看见那个穿步行者球衣的高高了吗? 罗伊西伯特,身高两米十八,在燕蒂安那步行者时期,因为个高,又善于砍下零分零板,人送外号高圆圆,人家说他是黑瑶明,我看是黑瑶明,打谁都不好使,一打波时就挨劲,又被人化作吃饭睡觉打波时,那时节,高圆圆年房上时,春山正矛,与宁幼的乔治固举袍,正没将叛, 可是个人物,他们曾不止一次将热火逼至绝境,却总是杀了歌喉一刀,根据NBA援助体规则,防守者在试图盖对方时,只能垂直起跳并伸展手臂干扰,西伯特游戏擅长,利用这一点,高效阻拦的同时,不会陷入法规麻烦,甚至有人一度认为他是詹姆斯的苦主, 因为自己与乔治私下关系不愉快,远远一路之下与淘娇哥袍断意,自立模糊,去过虎人,去过黄蜂,也去过绝境,一个月前,这位曾经绞得热火内线死去活来,的格玛宣布退役,我已经离开篮球,是时候向前看了,说起西伯特,就不得不提吃饭睡觉老被打的 克里斯波什生涯场正十九点二分八点五个篮板,多次最佳阵容,多次全明星,单和带领猛龙队打进季后赛,就是这样一名宫区老将,曾经被炒粉味,谁打热火,谁就是第一中锋,技巧均确认为,他和阿源一样,只是早生了十年,顶级的空间形大前锋,放到如今不应该被各队哄抢吗? 而那时,却被顶上五号位,擦遭黑皮壮汗的柔影,于是,他索性将记就记,内就了一身内外兼修的功夫,日积月累的经验,高乌建林的果敢,让他对营球有了如老马般熟悉敏锐的触觉 他还年轻,还刚签下大合同,却被插出血泥快病症,有几率猝死在球场,最终无奈黯然退役,能让一名球员最痛苦的恶号,莫过于再也无法接触职业篮球 像不是这样,由于身体原因被迫退役的还只是少数,更多的球员,掉队一次,就无法跟上了 说起蒙塔埃丽丝,心球迷茫或许没有听说过,那技巧君只用一句话描述,故里曾是他的气 不,在2009年,这哥妈也曾场均拿下25.5分,骄傲,心气极高,为什么这么说呢? 技巧君给您列举一下他的语录您就明白了,我不若越为德,甚至比他更强,我会把詹姆斯排在第三位 尽管他可以扣篮助攻抢断盖茂得分,而第二名,我不得不说,是我自己 这个联盟里,只有科比比我强,艾利斯被送走后,有事扶正护理,每两年已然问定联盟之爹 而他流转勇士雄鹿,甚至后来的独行侠步行者,都难以找回状态 在被步行者裁掉之后,再也没能回到NBA,类似的球员还有很多很多 三次入选拳明星,吃饭睡觉要打保罗的德罗威连姆斯,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 而保罗,依然稳居争观行列,曾在决尽对风风光光 一死到一五赛季场均拿到15.2分时助攻的超级组织者泰劳森 在加盟火箭后,航行一路下跌,上赛季加盟CBA,与美之狼越走越远 留在最后,不得不提的是阿连,曾经被黑自创位置大后风 现在看来,只是早生了十年,他也曾数次想过重返NBA 现实却总是不太美好,也罢,就罢美好永远留在记忆中吧 几日中的他,力气风发,再提起突然从NBA消失的球员 你们会想起谁呢?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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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